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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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名字叫耶稣 他来到这世界上 会要救赎你 生命的意义 尽在这福音里 只要离开口无憾 耶稣 耶稣是生命 一切问题的解答 耶稣是生命 一切黑暗的亮光 将有生片温馨了 将去答辩为力量 耶稣是永恒唯一的盼望 耶稣是生命 一切问题的解答 耶稣是生命 一切黑暗的亮光 将有生片温馨了 将去答辩为力量 耶稣是永恒唯一的盼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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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的耶稣是我们永恒唯一的盼望 耶稣是永恒唯一的盼望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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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詞曲 李宗盛 耶稣 你如此爱我 为我流宝雪 付上代价 耶稣 你如此爱我 耶稣 你如此爱我 为我流宝雪 付上代价 耶稣 你如此爱我 为我流宝雪 付上代价 当我看不见 你开启我眼睛 当我心鼓起 你与我亲近 当我快放弃 你自我身体 因你变上 我的意志 耶稣 你爱是成果高盛 耶稣 你爱是没有知己 世上的一切 有一天将过去 我只需要你 我只需要你 耶稣 你爱是成果高盛 耶稣 你爱是没有知己 世上的一切 有一天将过去 我只需要你 只需要你 耶稣 你爱是没有知己 耶稣 你如此爱我 背负我的罪 使我接近 耶稣 你如此爱我 为我流宝雪 付上代价 当我看不见 你开启我眼睛 当我心鼓起 你与我亲近 当我快放弃 你赐我生命 与你 与你变上 我的意志 耶稣 你爱是成果高盛 耶稣 你爱是没有知己 世上的一切 有一天将过去 我只需要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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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需要你 耶稣 你爱是成果高盛 耶稣 你爱是没有知己 耶稣 你爱是没有知己 耶稣 你爱是没有知己 世上的一切 有一天将过去 耶稣 你爱是没有知己 耶稣 你只需要你 耶稣 你只需要你 耶稣 我只需要你 耶稣 你只需要你 耶稣 你欣愿我 向你歌颂 耶稣 我也欣愿我 向你歌颂 拜祢 耶稣 祢 Machine 我像你吭损 噢耶稣 噢耶稣 祝你 高举雙手 全世界 敬拜祢 亲爱耶稣 祢真爱我 毫无保留 我敬拜祢 因祢舍命 我回到父神面前 赞点和应许中敬拜 Oh 耶稣 Oh 耶稣 祢是愿望 向祢歌颂 Oh 耶稣 Oh 耶稣 高举双手 全心敬拜祢 我要一生 一生敬拜祢 在祢殿中 占量祢融美 在祢奉上 暗天中我唤醒歌颂 在祢救恩盼望中 在祢救恩盼望中 我拥不住 是愿望中 我拥不住 为了 我要一生 一生敬拜祢 我们一起来 敬拜祢 在祢点中 咱样祢荣悲 在祢奉神 凡点中 我欢喜歌颂 在祢救恩盼望中 我领不住快乐 Oh 耶稣 Oh 耶稣 Oh 耶稣 祢喜悦我 圣灵歌颂 Oh 耶稣 Oh 耶稣 Oh 耶稣 高举双手 全心结拜祢 Oh 耶稣 Oh 耶稣 祢喜悦我 向祢歌颂 Oh 耶稣 Oh 耶稣 Oh 耶稣 抵出我 出楽 schaut去双手 全心结拜祢 Oh 耶稣 Oh 耶稣 Oh 耶稣 Ça seja cleaning through my heart Key Jesus Oh 耶稣 Oh,耶稣 Oh You much wide Thank you 9 7 7 35 让我们一起来祷告 我们在天上的父 求祢怜悯我们 当我们因疫情而感到不安的时候 让我们相信 祢正在掌权 我们要以祢完全的爱 求祢以祢完全的爱 来到除去我们的恐惧 使我们能够刚强壮胆 让我们不单只是靠 这些政府专家 和医护人员的这些知识 乃是要求祢来赐给我们 良善政治与智慧的能力 来到砥柱沉重的这些压力 谦卑的来到做祢的仆人 因为唯独祢能医治 与拯救这个世界 我们也坚信在这个疫情的 升降都全在乎祢 求祢医治患病的 拯救病重的 安慰愁苦的 让病重的可信靠主耶稣得永生 求祢教我们学习跟随祢 与受苦者同苦 与哭者同气 若是能行求父使 这疫情能够快快地离去 然而不要按照我们的意识 乃是按照主祢的旨意 若这个疫情呢 必要我们来到承受 求祢赐给我们恩典 让我们能够谦卑地来到 完全你至高的旨意 也求祢来到为我们预备 所需的都能够有足够 那些防护的用品和充足的食物 求祢赐下智慧 果断和宽容 叫全民重新地来到防疫 还有善用不同的意见 让我们能够定下一个很好的政策 来到施行 来到防疫 也求祢来到赦免我们 疏忽祷告守望 赦免我们常常多看人眼中的刺 而忽略了自己目中的粮 求祢教我们能够宽恕犯错的 无知与作恶的人 因祢也饶恕我们无知与恶行 求祢不让我们陷入 只顾着身体而忽略了我们的灵命 我们的心灵 只从今生而忽略了永恒的诱惑中 求祢帮助我们脱离这个诱惑 让我们能够仰望这个永恒的生命 而不是重视今生的生命 求祢来到帮助我们脱离这个疫情的凶恶 让我们能够行过十阴的幽谷 也必不怕遭害 身心灵 能够得到主祢的保护 求祢来到 教导我们 致死也要把良善持续下去 因为国度全并荣耀 全是祢的直到永远 阿们 今天的经文取自于 马可福音第十一章 一到十节 他们走进耶路撒冷 到了伯伐奇和伯大尼 来到橄榄山那里 耶稣派了两个门徒 对他们说 你们往对面的村子里去 一进去 就会看见一头小驴住在那里 是没有人骑过的 把他解开牵来 如果有人问你们 为什么这样做 你们就说主需要它 并且会很快送还到这里来 门徒去了 就发现一头小驴 住在门外的街上 就把他解开 站在那里的人 有的问他们说 你们为什么解他 门徒照着耶稣所说的话 回答他们 那些人就让他们牵走了 门徒把小驴 牵到耶稣那里 把自己的衣服搭在上面 耶稣就骑了上去 许多人把衣服铺在路上 还有人从田野里 砍了些树枝 也铺在路上 前行后水的人都喊着说 和撒纳 奉主明来的是应当称颂的 那将要来临的 我们祖先大位的国 是应当称颂的 高天之上当唱和撒纳 这是上帝的道 我们一同祷告 主耶稣我们恳求 主祢的怜悯 以及帮助 在我们读祢的话语当中 让我们明白 也应用在我们的生活上 我们如此祷告 乃是奉靠主耶稣 基督圣明求的 阿们 弟兄姐妹们 大家早上平安 有个故事说到 偏僻的小镇上 有一座小教堂 只有一位看门人 但该教堂 据说有求必应 所以到教堂 求上帝的人很多 看门人非常羡慕上帝 常暗中说 如果我是上帝有多好 上帝知道他的心思 对他说 不如我们换个位置吧 你来做上帝 我来当看门 但有一个条件 就是不管你看见什么 你听见什么 总要保持沉默 不可说话 所以看门人显然答应 于是他和上帝 兑换的位置 过后 进来教堂的第一个人 是一位很贪财的富翁 他求上帝 可以让他得到更多的钱财 当他要走的时候 他所带来的一袋的金币 却放在凳子上 忘记带回 看门人本想要提醒他 但想到自己对上帝的承诺 只好忍住保持沉默 接着进来了一个穷人 他告诉上帝 我没有钱买食物 全家都快饿死了 当将要离开的时候 他突然发现 之前贪财富翁 所留下的那袋金币 他非常高兴说 我的上帝啊 你可是太好了 看门人又想告诉他 这钱是别人忘的 但想到不可说话 又只好忍住保持沉默 穷人刚走 一位年轻人紧跟着进来 他即将出海 云航 所以他来祈求上帝 保佑他平安归回 正祈祷的时候 贪财的富翁追了回来 捉住他不放 一口咬定 是他拿了他的金币 两人争执 施打 看门人终于闭不住了 他非常的愤怒 上帝在教堂门口 什么都看见 可是却什么都不说 什么都不做 所以看门人要主持正义 他想要告诉富翁 钱是穷人拿走的 以海源无关 但这时上帝却对他说 为什么违背你的承诺呢 看门人回 我只想主持正义 而上帝你什么都看见 但你什么都不说 什么都不做 这时上帝摇头的说 你以为你在主持正义吗 让我来告诉你事情的真相 首先 那富翁的金币是用不正当的手段所获取 第二 那穷人的一家都处在二十的边缘 所以这袋金币救了他们老小四口 第三 那位年轻的海员 虽被冤枉了 但因着他和富翁的纠缠 他错过了航船 躲过了一场的海难 最后上帝对着看门人问 何为正义呢 何为正义呢 看门人一下子呆了 为着自己的自作聪明 而感到羞愧 急忙起来和上帝对换的位置 当回看门人 以赛亚15章8到9节 耶和华说 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 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 天怎么高过地照样 我的道路也高过你们的道路 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 换句话说 上帝的思想永远比我们高超 上帝的形式永远比我们高明 因此上帝为我们每个人 所预备的赎天恩典 以及拯救旨意 对于这些方面 我们只好承认 人的了解 确实有限也肤浅 今天我们也看见 类似的情况发生在马可福音11章1到11节 就是众人误解了耶稣基督道士的目的 按照使徒马可的记载 当时耶稣基督确实是以非一般的方式 入耶路撒冷城 但重点在8到10节 众人对耶稣基督入城的整个的欢迎 圣经如此记载说 有许多人把衣服铺在路上 有人把天间的树枝砍下来 铺在路上 前心后睡的人都含着说 和珊那 奉主明来的是应当称颂的 那将要来的我主大魏之国 是应当称颂的 高高在上的和珊那 这可是耶稣基督在服事生涯里 最顶峰又高调的一次 他取着驴子入耶路撒冷城 就是要告诉众人 我就是那一位救业先知 撒加利亚所预言的君王 拯救主 弥赛亚 所以众人看见耶稣基督如此入城时 他们都把他当为君王 当为这个救主来欢迎 并且喊叫说 和珊那 和珊那 原意就是救命 请救我们 但犹太人包括当时的门徒 都对救世主弥赛亚有错误的观念 他们认为耶稣基督所要带来的拯救 是带着军事政权的能力 帮助他们脱离这个罗马的统治 是以色列国独立 但马可福音十一章十一节 却告诉我们说 当天 耶稣进了耶路撒冷城 入了圣殿 周围看了各样的物件 天色已暗 就和十二个门徒出城 往伯大里去了 我相信当时候 众人都在期待着 耶稣基督的举动 但相反的 耶稣基督却做了一些无关的行动 在耶稣基督受死前的一周 我们称为圣周Holy Weeks 耶稣基督的所作所为 他就是去诅咒无花果树 他赶出圣殿做买卖的 他纳税归给改萨 他反问宗教领袖 他设立最后晚餐 所以当耶稣基督被交到比拉多的时候 马可福音15章12到4节记载 比拉多说 那么你们所称为 这个犹太人的王 我该怎么办他呢 他们又喊着说 把他钉十字架 比拉多说 为什么呢 他做了什么恶事呢 他们便极力的喊着说 把他钉死在十字架 我们可以感受到 当时候众人对耶稣基督的 失望甚至愤怒 把他钉死在十字架上 把他钉死在十字架上 所以不只是卖耶稣的犹大 或宗教领袖有份处使耶稣 其实众人也不列外 但这之所以发生呢 因为人对耶稣基督所带来的拯救 就是他的形式以及道路的了解 是有限又肤浅 简单说 耶稣所要带来的拯救 不是他们所要的 但其实 耶稣基督所要带来的拯救呢 好比他们所盼所求的 国家的独裔啦 国家的复兴啦 还显得更为宝贵 更有价值 甚至是永恒的 今天我们所处的世界 实在很困乱 疫情爆发到全世界 比如印度最为严重 国家里政权的动荡 比如缅甸的军事政变 国家外之间的紧张 比如伊斯列和巴勒斯坦的冲突 甚至我们所处的教会 也经历了一场的风暴 不晓得你们 但我有问耶稣 为什么要这样 为什么要那样 为什么要这样又那样 当然我们都知道 这一切事情的发生的根源 就是罪 但耶稣连罪和死亡的权势 都可胜过 为何耶稣允许 这不好知识发生了 或者既然不是耶稣允许 为何耶稣又不阻止这不好知识发生了 也不是我们没有祷告 我们每一天 每一周 在教会的崇拜里 几乎都是为着疫情 为着国家 为着教会祷告 祈求上帝的怜悯 祈求上帝的帮助 但为什么 这不好知识 还是发生了 所以有两个观念 我常用来提醒神志平衡自己 第一 倘若上帝都是听我们的吩咐 就是祷告 按照我们所要的形式的话 那么上帝是我们的上帝 还是我们是上帝的上帝呢 第二 很多时候我们所看见的呢 是偏面图而已 但上帝所预见的呢 却是全面的图 因此上帝的策划 永远都比我们的计划 显得更宝贵 显得更有价值 神志是永恒的 确实 有很多事情的发生 在这个世界 这个国家 这个教会 神志你以我的身上 可能离开这世界的那一天 我们也许都没有答案 但如同希伯来书 是一章一节提醒说 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 是未见之事的确局 因此在这个期间 我鼓励弟兄姐妹们 我们有两个P 是可以做的 第一个P 就是Praying in God 祷告在神 祷告 第二个P 就是Perseverance in faith 就是坚韧在心 荷萨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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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救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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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一同祷告 所以说我们 透过你今天的话语 再次的提醒我们 帮助我们 特别在这个 动荡的时代当中 让我们 仍然 可以祷告 依靠主你 也帮助我们 坚强我们 对主你的信心 很多时候 我们也不明白 很多时候 我们也没有答案 但 我们只能仰望 跟交托于主 我们如此祷告 还是奉靠主耶稣 基督的圣灵 求的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神的灵 是软弱的心 变得刚强 我的信心 建立在耶稣 这磐石上 祷告的力量 时间可以证明 改变地大能 在耶稣基督里 献上心向知情 只得到你 把昨天 因你心事 你比垂停 每个呼求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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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ither Harp 一道高拨下旧安的种子 一泪水浇灌心灵的神主 神的灵是热若的心变得更长 我的信心坚立在耶稣这盘石上 祷告的力量 时间可以聪明 改变的大能 耶稣基督力 心上心上知情 只得到你把昨天 因你心绪 因你决定 每个苦衷 祷告的力量 时间可以证明 改变的大能 在耶稣基督力 天生心上知情 只得到你把昨天 因你心事 一笔垂涎 每个苦衷 天生心上知情 只得到你把昨天 因你心事 一笔垂涎 你影览 最低 音笔垂涎 因你心事 应你心事 yog 每个呼吸